从波之国回到木叶后 左助明显感觉到名人在跟自己暗暗较劲 这种互相竞争和追逐的关系 正像当初他和又一样 他表面上和名人互相愈发嫌弃 实际上他们的关系不知不觉间变得更加紧密了 同时和白一战后 左助意识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更加抓紧了自身的训练 转眼之间 他磨练自己的机会 中人考试就来了 又十岁时就当上了中人 左助想如果自己通过这次考试 就更能缩短他和又的实力差距 左助已经厌倦了 只能打砸当保姆的地级任务 忍者需要的是实战经验 和同龄人中的强者教授 无疑能让自身实力快速提升 中人考试前 左助遭遇了小李的挑战 他想靠自己的血轮眼 如卡卡西那般洞察和复制招数 却被小李惊人的速度和伸手击败 从第一场比试上 左助一道题也不会的情况来看 他也是不太重视理论知识的 毕竟光靠笔杆子也血不死又 他很快想通了考试的重点 找到有答案的人 是考验观察能力 抄袭答案 是考验在无人发现的情况下 快速获取情报信息的能力 左助利用自己的血轮眼 通过复制其他考生的铅笔移动 轻轻松松完成了考题 第二场的生存试炼中 左助在死亡森林 遭遇了人界著名的儿童拐卖犯大蛇丸 大蛇丸紧紧释放出杀气 就让左助本能地感受到实力的差距 他害怕了 一个12岁的少年 如果不知害怕为何物 最可怕的事 波之国和白的战斗 令他记忆犹新 宾死时对复仇的渴望和不甘 驱使他想要当逃兵 他以为这毕竟只是一场考试 交出卷轴就能没事 不料大蛇丸今天 正是特意来消遣他的 危机关头 名人勇敢地和大蛇丸战斗 激发了左助的斗志 大蛇丸对名人的残害 也点燃了他的怒火 左助使出了血流眼操风车 三只大刀 和龙火之处烧毁了大蛇丸的脸 秀完极限操作后 左助发现大蛇丸依旧生龙火虎 明白双方的实力天前无法逾越 他看到大蛇丸的眼中 尽是欣赏和贪婪 随后脖子上一痛 中了咒印昏迷过去 左助醒来后 发现大蛇丸手下的一帮阴忍正在搞事 将小阴打得遍体鳞伤 他顿时星火上涌 向萨克发动了攻击 不满全身的咒印花纹 在带来力量的同时 也助长了左助心中的暴力之气 他和萨克交手稳战上风 一举废掉了这家伙的双臂 若不是小鹰有抱有哭 唤醒了他的理智来压制住咒印 其他两名鹰人 就不是胳膊被扭断那么简单了 从鹰人手中得到卷轴后 左助跟同伴们抓紧前往中央高塔 路上却中了前来寻仇的愚人的陷阱 左助凭借血轮眼 看穿了敌人的幻术分身把戏 和名人默契配合 引蛇出洞打倒了愚人 他对名人的实力越来越认可 渐渐的不再将其视为万年吊车尾 而是一个强悍的竞争对手 所以在第三场考试选拔赛开始前 他忍不住对名人说 我也想和你交手 不过左助还是不明白 他这句话对名人有多重要 左助手战对阵阴忍赤同凯 被卡卡西警告不能使用咒印之力 他自负语之波之命 不屑于用这种歪门邪道 不承想赤同凯也是大摄完派来消遣他的 故意吸走了他的查克拉 想又使咒印发作 左助用超凡的意志力压制了咒印 将他从里那里复制的体数加以变化 自创了体数狮子连弹击败对手 比赛过后 他被卡卡西用封鞋法印封引了咒印 一直勉力逞强炸干了左助的体力 他又一次昏迷 错过了大摄完和卡卡西的对峙 接下来的一个阅历 左助在卡卡西的陪同下开始了特训 左助不得不感叹 卡卡西虽然超了别人一辈子忍数 这唯一自创的铅鸟确实是神迹 雷顿能将身体活性化 大幅度提升速度 他当初面对小李的高速体数 虽然血轮也能看清动作 但就是因为身体跟不上才吃了亏 左助凭借敏弓系打法 将仗着由沙之铠甲 喜欢站桩输出的吴埃罗 打得叫鼓不叠 并且凭借手袖铅鸟之威 让多年没有流过血的吴埃罗 尝到了疼痛的滋味 然而左助从沙子窥见的恐怖面孔 吓得他毛骨悚然 他确信 吴埃罗那副冷酷的人皮下 还隐藏着一头不容于世的骇人怪物 战火突然爆发 打断了这场比赛 杀人和阴忍的木叶毁灭计划开始实施 左助奉命前去追击逃跑的杀人三姐弟 左助一路过关斩将 最终和暴走的吴埃罗面对面决战 此时的他已经不再像原来那样 遇到能威胁自己生命的强敌 就陷入犹豫不敢拼命 他把所有战斗都当成了打败佑的御燕 在这样的信念支撑下 左助拼上自己的极限 用千鸟重创了吴埃罗 扎干体力后 骤印又一次发作 左助心中一阵绝望 看来自己的路已经到此为止了 千军一发之际 他再也顾不上什么报仇了 眼前只有好不容易得到的同伴 他想让名人救出小鹰快逃 没想到 名人接连爆发出意想不到的强大力量 左助原本以为 自己这一个月的特训大有收获 却没想到 名人的进步远超过他 这让他有点心理失衡 三代葬礼过后 幼突然遣回了木叶 左助即将和日思夜想的哥哥再次碰面 而这次重逢 将成为他的人生转折点之一 或者说 他每次和幼相遇 人生轨迹就会发生一定改变 有些是幼友谊设计 有些却超出了幼的控制 比较有意思的是 喜爱甜食的幼刚一回村 就迫不及待去重温家乡三色丸子的味道 而左助因为讨厌甜食 没能第一时间撞见幼 也不知道左助是不是故意和幼反之来的 左助去探望被幼打败的卡卡西时 头听见上人们说 幼这次回木叶是冲着名人来的 他立即发了疯似的到处寻找名人 在左助眼里 幼无疑就是恶魔 他害怕这头恶魔再一次从他手中 夺走在意之人的性命 他绝不能让灭族之夜的惨剧 在自己面前重演 他终于见到了幼 他以为这一刻 就是自己从恶魔中解脱的时候 他已经为此努力了多年 然而他目前最强的忍数千鸟 却被幼轻易破解 他在幼的魔爪下 没有丝毫反抗的机会 一如当初 当他在一次跌入阅读的幻境之中时 谁知道 左人父母又在自己面前 被杀害了多少次 左助的精神崩溃了 心态彻底崩盘 连一向颇有高手风范的卡卡西 都惨败在幼的手中 他觉得自己继续待在木叶 跟这些毫无危机感的家伙在一起 一辈子也别想报仇了 在木叶医院养伤期间 他因为心中烦闷 跟名人干了一架 本来只是想发泄一下 被吊车尾超越的怨气 却被名人心血的 螺旋丸的威力震慑 气没出出来 还更甜度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阴忍四人众 向左助递来了大蛇丸的情帖 左助觉得 这确实是一条好出路 大蛇丸虽然不是好东西 但他三人之一的威名 如雷贯耳 还刚刚打死了三代火影 他知道大蛇丸 对自己肯定没安好心 此举无异于与虎谋皮 但仇恨之火 烧得他放下了所有估计 卡卡西的劝说 底气般的羁绊 一切都随风而逝吧 临走之夜 左助对小英的表白不为所动 但当他听到小英说 愿意跟在自己身边 帮他报仇时 他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被触动了一下 只能留下一句谢谢 这是他最后的温柔 为了提升咒印的力量 左助吃下假死药 被阴忍四人众 封印到了关筒中 等他破关而出时 立即为天职咒印 带来的暴力力量狂喜 这让他更坚定了 跟大蛇丸学艺的想法 见名人穷追不舍 受到重影影响 左助生出了杀意 虽然从名人口中 得知了大蛇丸的企图 但他早就豁出去了 他要变成一把钢刀 一柄利剑 只要能割开仇人的咽喉 被谁握着 他不在乎 也不应该有人去在乎 只需交手的一拳 左助就将自己的决意 传给了名人 他希望名人知难而退 但不管他如何下狠手 名人也不肯放弃 左助忍不住发火了 想不通道理的倦牛 一个从一开始 就孤单一人的家伙 从未真正感受过 家庭和亲情 怎么可能真的 明白自己的痛苦 听到名人说 把自己当成了兄弟 左助心里又是感动 又是惋惜 那毕竟不是真的 因为他要走的路 也不应该拥抱这些羁败